你觉得可否继续用炒Range的策略 去应对科技股 还是你觉得这一轮 突然有一个 面对低估值变大幅上升 这个情况已经玩完了 其实炒波幅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状况 因为始终现在大市的成交金额 都是时高时低的时候 也应该有不少的投资者 可能当见到刚才说的股份 去到之前某些稍微偏高的位置的时候 都会产生一些黄尾盘 以至到它一回调的时候 又再在刚才我们说的波幅区间 会有一个摆动的情况出现 但是就需要留意 比如刚才说到美团 可能低位的时候跌到190多元 去到高位的时候就240多元 升幅来说都有两成 但是如果你要炒波幅的时候 它再回调的时候 如果它可能回调到大概210元 附近那些位置 那你已经是入市 到它后来的时候 可能又再去挨近240元 那升幅就没有两成了 就只有一成多了 所以就要去留意 到底它调整到的位置 是否真的要去到差不多 之前那些低位才入市 还是你说稍微高点 都不重要的 都照样去入市的时候 那你变成了 可能在操作方面 一来要订下止蚀位 就是比如 可能我看到美团 大概是210元 附近我们已经入市 那原来它还没跌完 那它继续穿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是连续两天 收下205元 可能也继续会回到之前 196元那些位置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要有一个指示的心理准备 那另外就是 你是看它去反弹的时候 也都不适宜去反弹得这么高 去到之前那些高位 所以这一个炒波幅的策略 可能最初去看的时候 那个最大的波幅可能有两成 但是你期望 未来的操作的波幅来说 都是一成度 就会比较稳定一些 就是两个层次去 继续看那个方网股 第一就是你觉得 未来的应对策略 都应该是继续去炒波幅 就不要说中长线而然就买来 就是等它发展 会不会都是这样呢? 那视乎你是在什么位置来买入 就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去看到 就是譬如1月5、1月6日那些时间 就是一个近期 就比较低位一些的位置 那变成了 如果你说你买入的位置 相对这个低位 可能高出是少于一成的状况的时候 那防守性是比较高的 那变成了这类型的投资者 就算你可以持久一点 就是作为一个中长线投资 那风险就不是很大 但是譬如好像昨天这样 去急回的时候 今早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低开的机会 都比较大 这个时间贸然去冲进去 其实也是存在着一些变数 所以就要去留意 到底你买入的位置 是否一个偏低的水平 才好考虑作为一个中长线的部署 这个人已经退到的 这种练度就没有 gleich建议 LP&A 这种 contribut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